混川地震已经过去了11年 受灾群众所遭遇的一切现在提起 还让人有些心有余悸 在这场灾难中 人类彻底认识到了自己在大自然中的脆弱 为大家遮风避雨的房屋 在地震发生那一刻轰然倒塌 连让人逃离的时间都没有 在这场大型的灾难中 官方已证实的遇难人数达到了近7万人 还有一万七千多人失踪 这些不幸去世的死难者 去世之前名下还有银行存款 加起来也是一笔不小的财产 这笔本属于百姓的遗产 国家最后是怎么处置的 有关部门没有含糊其词的推卸责任 而是给出了非常详细的处理方案 首先死难者的银行存款 在法律上归属于第一继承人所有 只要准备好相关文件 便能到银行部门办理取款业务 拿这笔遗产重新开始发展 其次如果死难者的法律继承人 也在地震中不幸遇难的话 其银行存款会上缴国家金库 对失踪者的存款 国家也给出了详细的处理措施 其个人财产原则上还属于失踪人所用 如果一直没人认领的话 会被冻结起来 最后通过正规手续划分到国家金库 值得一提的是 国家金库会把原属于灾区的资金 变成重建灾区的经费 用另一种形式帮助受灾群众 渡过难关 如果死难者名下还有未偿还的贷款 国家会安排银行通过正规方式 和销贷款数据 不会把贷款的压力 转移到死难者的亲人身上 如果生还者名下还有没有偿还的贷款 国家也不会对他们催收或是伐息 在这期间不会产生不良记录 汶川地震的出现 给中国带来了无比沉重的伤害 尤其是侥幸才从废墟中活下来的人 直到现在都没有完全忘却失去亲人的痛苦 不过他们并没有一直沉溺在伤痛之中 而是以一种非常积极的心态重建家园 如果不出意外的话 汶川地震的未来肯定能有更好的发展